台湾古早味菜谱一本梅菜扣肉 梅干扣肉是广东惠州的汉族客家特色菜肴 香而不腻 肉汁和梅干菜的香味融合得恰到好处 制作简单 用连皮五花肉烧好后 再在碗里放上腌制的梅干菜 这样梅干扣肉就好了 梅干菜作为香土菜 秋末冬初 菜园里的芥菜抽了台 拇指粗细 顶带花蕾 形如秋桃 脆嫩味干 梅干扣肉据传还有一段美好的传说 北宋年间 苏东坡聚会周时 专门选派两位名厨远道至杭州西湖学厨 两位厨师学成返回后 苏东坡又叫他们访杭州西湖的东坡扣肉 用梅干菜制成梅干扣肉 果然美味可口 装口而不腻人 深受广大惠州市民的欢迎 一时成为惠州宴席上的美味菜肴 风味特点 色泽红亮 肉断皮帘 软烂香鲜 美味可口 爽口而不腻人 所属菜系客家菜又称东江菜发祥地为越北东江 星梅地区在广东境内操北方方言的地方都属客家菜肴文化区 它较完整地保留了中原的语言与饮食习惯 而且由于客家人居住地区大都是远离海洋的内陆 与中原地区的自然环境比较相似 顾客家菜肴保留中原菜肴风味 以油重味浓 多高热量高蛋白菜肴为特点 原料 配料 五花肉一斤 梅干菜约两卷 盐 鸡精 葱 姜 蒜 胡椒粉 红糖粉各适量 先把肉过水煮30分钟后拿出 在煮的时候要翻两下不要都煮到肉皮了 把葱 姜和大蒜切末备用 梅干菜切好后用水淘洗后再用手挤干水分 锅内放入红糖用小火慢慢地熬出糖浆 等到红糖熬出糖浆用手拿上一块肉在 锅内来回地摩擦直到肉皮变色 肉上好色锅里的红糖浆不要 倒掉再加入少许水备用 把冷好的肉切片装碗 取一个小碗放入姜末和大蒜末和盐小半匙 胡椒粉一小匙 鸡精一小小匙和两大匙的红糖水 再把拌好的酱汁均匀地淋在装好碗的肉上面 把洗净切好的梅干菜均匀地放在肉 在上面尽量让梅干菜盖住肉 将弄好的肉放入蒸锅中蒸两小时 把蒸好的肉取出一碗再拿一个盘子 扣在碗上面翻过来打开 最后在上面撒上葱花就可以了 色泽红亮 肉断皮帘 软烂香鲜 美味可口 爽口而不腻人 希望你们喜欢我的视频 如果喜欢关注我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